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 如果我要做中文的詞彙處理 那基本上通常我需要有一個詞點 否則的話我會不太容易知道說什麼東西是一個詞 譬如說這裡你看,這裡有一本詞點 它寫牛皮,牛皮鹹,牛皮菜,牛黃酸,牛肉,牛肉拉麵,牛肉炒麵 牛肉,芹菜,牛肉麵,這個麵顯然寫錯了 繁體的應該不是這個麵 所以它這個麵有錯 因為這一本字典應該主要是大陸的人編的 所以在繁體上面好像有一些小錯 牛稀,牛字,你可以看到這些牛棒 我到底什麼東西叫一個詞呢? 我必須要靠詞點 如果沒有詞點的話 我就通通只能斷成一個字一個字 我就很難斷成一個詞了 所以通常我們必須要詞點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這邊先給各位一個詞點 好,那這個是OK 這不適合,這裡我弄錯了 我們把詞點抓下來 這個我們上次有看過嗎? 詞點 這個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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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過嗎? 好,那沒有的話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詞點 這個詞點 這個詞點叫 CCCCDICT 那我把它搜尋一下 好,CCCDICT 好 那這個是他詞點的位置 那他有說他的格式怎麼樣 然後下載 那我們就下載他這一本詞點 那這裡有UTF8 然後呢是ZIP檔的 那我們把它下載下來 另存 好,那我們存在就存在這裡 好,CDICT 存起來 好,那我把這本詞點給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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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 在 CL 這裡 哦,還沒下載完耶 哦,原來有點大 3MAY 好,那所以 我們還得再下載幾秒鐘 好,那這本詞點呢 好,那這本詞點呢 裡面大概有六萬多個字 六萬多個字 應該也差不多夠用 這個看來是中科院做的 中科院不是台灣的中研院 是中國大陸的中科院 所以他們在 在做這種語言處理的時候 會非常需要這種詞點 所以中科院 做這件事情其實是苦工 完全是 花錢,然後呢 做苦力 當然他們不太可能是 他們的老師自己做 是請那個 同學或廠商做的 好 那我們把這個 詞點下載完的打開 我解壓縮到這邊 那你會看到 只得到一個檔案 就是Cedicts.u8 那這顯然是 UTF8的檔案 那所以呢 我把它打開 打開的時候呢 選用記事本 因為記事本在處理UTF上面 就是UNICO上面是比較好的 好 好 那這個打開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面有很多字 很多字 那 你會看到 欸奇怪 前面有一些字好像 它的編碼不是很好 那後面這些 大概都OK 那前面這個很可能是我們的 記事本沒有顯示正確 好 那後面這些 OK 這些都沒有問題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字典 這是一本字典的範例 那如果你有了這種字典 你可以看到它這本字典還蠻有趣的 像這裡 人行大 人見人愛 人見人愛 繁體前提不一樣 對不對 後面這個是什麼 後面這個是 羅馬拼音 就是那個漢語拼音的 的 的 注音 前面這幾個字的漢語拼音 R1N2 就是R1N2聲 那R1應該是R R1N2 應該是N R1N2 2聲 那你看這個 你其實還可以一邊看一邊學 漢語拼音 好 那後面這個是它的英文解釋 英文解釋 那這個是它的 英文解釋可能不只有一個 比如說人見人愛 love by all 這是第一個解釋 to have universal appeal 就是這個第二個應該是指 愛每一個人吧 怪怪的 好 所以這個第一個應該是沒錯 love by all 好 那但是這個英文就很長了 所以我們要如果要去處理這本字典的話 那會比較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把整本字典載入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整本字典有多少 欸 我這樣看看不清楚 我用那個開行 我用這個開行 好 這整本字典有幾行呢 嗯 十 十萬四千 十萬四千四百四百二十二行 所以它大概有十萬個字 好 那如果各位需要處理中文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使用這本字典 好 目前我們來先來做一個比較簡單的case 我先暫時不用字典來做中文段詞 好 不用字典怎麼做呢 我這邊有個例子 我剛剛弄的 髒媽媽愛吃牛肉麵 我要怎麼對它做段詞呢 我這邊有一個 OK 先做一個簡單的字典 只有四個字 一個是髒媽媽 一個是媽媽 一個是牛肉麵 一個是牛肉 OK 那其他只要是單一字的 我就不收錄了 單一字的像髒媽愛吃牛肉麵 這個單一字的就不收錄 那這邊我們的程式呢 就是根據這個正列 我去找一次 如果有找到就代表說 那它可能有這個詞 或者是找到看哪一個詞 那你就知道說這個詞應該的長度是多少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如果沒找到呢 如果沒找到 我就把它當成 如果中文就是一個中文字 英文就是一個英文字 OK 就輸出就好 所以我們的程式呢 主要在這裡 就是我在這裡 一開始我就去找 那如果找到了 如果找到了 我就把長度 加 加 找到那個詞彙的長度 那如果呢 是中文 是中文 我這邊用text begin小0 來 來處理喔 這是一個比較偷懶的寫法 之前我們都會把那個中文的範圍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在處理中文的時候 尤其是BIGFI的時候 尤其是BIGFI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個 對不對 0SA1到0SF9 OK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是 在這裡是用byte byte是onsign character onsign character 所以它是5號數 5號數的範圍是從0到255 所以我說它大於0SA1 這樣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我把它用 用CHAR 沒有加onsign 那這時候它不可能會有 沒有加onsign的話 它不可能會有這個範圍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沒有加onsign的話 它是從-128到127 OK 所以它不可能有這個範圍 那為了 我為了要直接用CHAR 去做判斷 我不想再轉一次 那 怎麼做呢 我直接看它是不是小0 從0到127 是 ASCII code的主要範圍 那 從128到255 在5號數的情況 在有5號數的情況 它會被映射到-128到-0 -128到-1 這個範圍 所以呢 我直接判斷它是不是小0 大概就知道它是不是中文 這樣清楚嗎 那當然這可能沒有考慮到一些特殊的奇怪的情況 如果是控制 某種控制碼 特殊的控制碼 它不是中文 但是它是某種控制碼 但是它是某種控制碼 可能我們就沒有考慮到 但是為了簡單起見 我先這樣處理 好 所以如果是中文 我就加2 否則的話呢 我就加1 加1就是英文 英文或者是ASCII code 那接下來呢 我讓它前進 前進到下一個位置 所以讓idx等end 那接下來我把它的頭 就是那個字串的頭摳進來 摳進來 然後再把它尾端結束 字眼補上 那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這樣子 跟剛剛的程式 這一段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去執行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我先clear一下好了 好 你可以看到 張媽媽愛吃牛肉麵 被斷尺之後斷成張媽媽 OK 這是一個詞 愛是個詞 吃是一個詞 牛肉麵是個詞 豆點是個詞 OK 好 所以這樣我們就斷出來了 斷的方法其實就是靠這個陣列 字典陣列 我把這個字典陣列載入之後 這個字典陣列我特別安排過 所以你看他斷出張媽媽愛吃牛肉麵 好像很正常 其實不是很正常 為什麼呢 我刻意安排長的放在前面 短的放在後面 否則的話你會看到一件事 請各位仔細看一下這邊 張媽媽愛吃牛肉麵 現在是牛肉麵三個字變成一個詞 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把這兩個兌換會怎麼樣 我如果把它兌換過來 你就會發現一件 事情 張媽媽愛吃牛肉斷掉了麵 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他先找到牛肉發現符合了 就直接斷掉了 他沒有想到說 OK 哪一個比較長 OK 那我們之所以可以不用這樣判斷是因為 假如我今天一定把長的排在前面 那就不會有問題 那如果你不是按照長度排的話 那就會產生像剛剛我們那樣的問題 所以這裡會有一點小技巧 那這種叫做長詞優先 如果我今天是讓他這樣排 然後再去比對的話 這種叫長詞優先 就是比較長的詞 我認為它是一個比較好的詞 比較短的詞 我覺得只要能更長 我就不想要短的 那這種原則叫長詞優先 好 所以呢 就這一個程式原則上我也傳上去了 那就請各位直接下載好了 不過好像還沒放到書上 所以我這邊直接把連結 call給各位 好 那我把它貼到社團上 好 我們貼到社團上 那各位從社團上面透過連結 把它下載下來去執行一下看看 好 那 奇怪 社團有點慢 好 那我等一下放上去 各位下載下來去執行一下看看 那編譯 cscan.c 那結果應該會是這樣才對 那你可以稍微對換一下牛肉和牛肉麵 你就會發現說 OK 它兩個是不太一樣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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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